首先,感謝三尼會,今天專業評審,行政的評審會 請我來做今天的主持,我是取得維JB出去 我是香港武道團的行政總監 事不宜遲,我要介紹一下今天我們的主角嘉賓 我們就是陳建斌先生,KB Chang 他在香港從事藝術行政工作已經超過40年了 曾經在不同的政府部門裡面,文化部門裡面 還有專職策劃表演藝術活動 統籌社群民間節目,以及管理表演場館 也曾經管理公營時期的香港畫日團和香港舞團 在2001年4月份,當時有幾個藝團離開政府 成立了公司化的一個藝團 當時KB出任香港畫家團有限公司的行政總監 到今天,其實在座有些人認識我和KB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都是,2001年4月的時候 KB請我進去香港畫家團裡面 做的第一任的行政和會計的主管 KB的公職還包括了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 康樂文化事務處、戲劇小組主席 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資助計劃、專業顧問 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 藝術學院、校外顧問 以及恒生管理學院、學士顧問委員會委員 今晚的講座會很豐富 我看過那個PowerPoint 我們應該留在這裡四個小時 但也要介紹一下今晚 KB會跟大家講的幾個部分 將會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KB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從事文化和藝術行政工作 40年來的心路歷程 包括了在這個行業多年的工作感受 和藝術家合作 和管治領導 例如理事會 又或者是政府部門的合作關係 另外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市場宣傳和拓展工作 戲劇教育和外展活動工作 發展實驗性的劇場 和和業界同行的分享的合作等的經驗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會集中介紹 以香港話劇團的成功經驗 將香港粵語戲劇 進軍內地市場的各種相關的問題和經驗 第三部分 KB會從個人和香港話劇團的運作經驗 和大家展述一下香港藝術發展的 未來的雲官方的看法 最後一部分當然就是大家的Q&A 有答問時間 歡迎大家到時提出多些問題 和KB去交流 那我就不再阻礙大家時間了 請KB開始你的演講 多謝多謝 非常好 謝謝 那都是專人 恭喜大家 今天是營燒 營燒自發落 自營自發落 我也很多謝三位會 邀請我安排今天 所謂分享會 希望都將我一些的工作經驗 其實我這些經驗已經寫了一本書裡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一聽完之後 都似乎已由未進 或者很多人都不是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說你後來的律師 有沒有的同事 你都在同日 你都可以去那裡選投一本 回去再慢慢看 那這問題也歡迎大家再 我的問題 再深入到現在 那我就開始根據David的吩咐 就分三個份 就摸一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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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這次工業竟然有同情 那些人都已經退出了戰場 退出了戰場 還留下我自己在這裏作戰 所以就變成了 似乎只剩下一個比較年紀 有這麼多的藝術行政 還在這裏在職的一個人 所以我也很願意 將我一些過去的 我在公務員時代 和剛才所說的 我們在2011年 公司化了之後 會有甚麼有趣的時事呢 或者從這個角度分類一下 為甚麼我會由1977年到現在 這個行業裏面 為甚麼可以雲池這麼久的興趣 究竟有些甚麼秘密呢 這個我們會爆料 不要說秘密 對 我們在座都是很多 我認識的一些舊導師 或者是學會裡面的朋友 有些是新進 有些都是學生 我很歡迎 有些是有一個媒體 我也很感謝你們的光臨 今天的分享會 大家我希望我重視 後面的分享 交流互動一些 不過都要有些辦法 讓大家知道 究竟我做過甚麼呢 就是這樣 我講一講 我基本上 在一個 童話的童話童 1977年成立 其實我在1977年 進入公務員同園 當年 我被政府進入 Entertainment Office 的娛樂事業總 我第一份工作 做娛樂事務 大家都知道 政府在70年代 開始比較注重 這個娛樂的文化 的發展 所以為甚麼 他要成立這個 畫劇團 成立中學團 或者在後80年 成立舞蹈團 或者中英劇團 進念 還有 還有 那些大的藝團 為什麼 他成立的 基本上 是有意識去推廣文化 所以成立這些藝團 是一個時代 但是當時 我最初 我不是做那個工作 我做一些娛樂工作 娛樂工作 其實你看到這個表 我做了從77年到81年 是做一些在廣告新界的 做戶外的文娛節目 這文娛節目 其實跟文化節目很相似 不過是在室外做 包括甚麼呢 包括一些 也有戲劇 有音樂 有舞蹈 有戲曲 有木頭 有電影 根本全部代替了所有 現在的表演藝術 但沒有視過藝術 所以當時我主要是有不同的活動 就是為了 使到一些年輕人 有一個適當的空間 去到 因為當時電視 當時也沒有互聯網這些東西 所以很需要 那些人就放了工後 一起去辦 就去公園 在球場那裡 找這些節目 當時的市政局 就是負責了這個任務 當時大家知道 再推早一點 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暴動 香港有一個大型的暴動 其實成立一些娛樂事務組 的作用就是 使用提供一些年輕人 去發洩他們 或者佔用他們的時間 多些 就是安排了活動 所以你說 政府有沒有意識進入 當時的文化政策 叫做不干預政策 即是不干預 即是積極不干預 積極者就是做一些事情 但既然不干預 那視乎積極的方面 大家可能有聽過 當時中華人在那個布公碼頭 這個布公碼頭的天台 還在戶外的地方 當時我對其中一件事都很有趣 就是布公碼頭的天台 每個星期六都會搞一些青年舞會 就好像Disco那樣 那些人就五幾元 就可以買一張飛去吊舞 所以基本上就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當時娛樂隊 就會做這類工作 或者大型的一些中秋節 或者是一些營宵那些 也會在一個大的頭場 或者是不同的地區 會搞一些嘉年華會 使他們可以參與 那這件事慢慢淡化 因為存在消費的文化多了 之前也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所以現在戶外的節目 應該是慢慢取締了 就只是保留了一些叫做攤人工 保留了一些文化節 或者彩燈會那些 但70年代的確是很需要 讀70年代很需要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這個工作經驗 使我認識了很多場地 然後到處都去到 到處都去到 亦都認識了很多地區 很多團體 所以一開始我的工作 使得我 會來結識了很多不同 art form 不同類型的藝術家 這些團體 建立了一些關係 當時也是我 其實我之前的 七七年代之前 我是教書的 我中文教出來 有一個教書 教書也是 當時在過後期 也有自己的小孩 當時小孩很小 我又要工作 又要在公園經常走 逢真節日 在公園 節日才多活動 那時候那個家庭生活 其實這個平衡的影響 也是不少的 不過有兩個因素 使得我能夠比較 這個如何平衡我的工作 和家庭的生活 如果平衡不得到 你就要退出 其實這個行業 很多時候或者拍拖 或者結婚 或者另一個反對 都做不久這些事情 給大家一個 如果你要他們入行 要快入行 或者入行 你們這個興趣 可以維持 其實一件事 就是你怎樣 可以使到你的家人 對你的工作 支持 這個很重要 幸好 這個好像很過癮 但是都可以做reference 當天我當時太太 張允潔直播 剛剛到 我們大家都同屆畢業 當時我們在70年 和我們畢業中下畢業的時候 就成立一個叫支群計社 現在到現在最老牌的 一個業員計社 業員專業計社 算是業員 但是他們是一個 業員專業的計社 也是最老牌的 比香港還要成立得早 當時我太太 就是他去幫業員計社 去成員 他是做前堂的演員 我都會幫忙 所以基本上 大家有些工作的興趣 他也知道排戲是需要的時間 做得這行就一定辛苦 你回家去理解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有一個比較理解你的工作性 的太太就很重要 這是第一 第二 當你有了疑慮的時候 你怎麼搞呢 留六歲 之前你能不能入劇院 不過那時候還沒有去 工作 我那些小時候 為什麼呢 這時候我在雲園做採燈會 搭受很多舞台 大家也知道 你到處去巡邏 不如我們做AAM 我那時候是City Manager 那時候我又帶了 這個業樂組 我當時是同時 我第一個老闆 馬啟龍 鍾莉 大家都年輕 這位老先生 當時是我們的下線 但是很幫忙 還有梁春發 當時同事都是 在九龍公園 大家看到很舊的 就叫做冰房 我們那時候的辦公室在這裏 大家都很開心的 雖然那時候 你們玩的東西很過舊 我們辦公室也很過舊 但是當我們去到這個公園 工作上馬啟龍也是一樣 我也是一樣 就把那些小孩帶在草地上 你燒蠟 你煲蠟 你玩燈籠 我們做事 我剛剛走到上去 就吃個月仔走到那裏 變成在這段時間裡面 仍然在工作裡面 帶小孩去自己工作的地方 雖然他們小 但是又放過親子活動 所以我不是專門把公祭司 但是我會盡量利用這些機會 能夠和他們保持一些家庭 在那裏做父親的責任 所以 所有的事情就是 馬啟龍 我有一本書會提到的 在我們那個歷史篇那裏 他對我影響相當大的 馬山 我們都叫做通年 其實大家也忘記參與 不過他早過我入職政府 當年我們那個人手又不多 例如老先生說 他就看著搭頭的工作 因為他就更早一點 讓我入職 當時就是那些在公園搭台 知道要搭個舞台 就像你那些桌 就在家裡拼滿了舞台 因為拼滿了舞台的過程 就覺得舞台小 藝術多 不夠 他就要延伸 那些場景要延伸 那時候你找了台版 怎樣搞呢 好就是 通年媽她做聯樂隊前 有大門堂工作過的 大門堂的音樂 聽音樂很大 但如果延伸的樂隊要多人 他也有延伸的場景 他也有那些 工作的場景 一件一件 那些組合的舞台版 那時候我就跟通年 通年是我老闆 我跟著他 那時候就沒有人搜納 那時候老先生 坐在公園裡 一包的大公園 那時候我就騎著 搭過那些所謂的豬龍車 看得到印象 當年市政局 那豬龍車是黃色的豬龍車 騎著車回大門堂 就搬那些頭版 我們兩個 我們是經理 沒有人我們自己 親自下手下腳 他以身作則 他都運用他的connection 找到大門堂 然後借那些頭版出來 我們兩個就搬上車 搬到我們公園 就自然有可疑之間 繼續做 但這些過程裏面 是變了我們 對那個事業 對那個工作做好的 一定要投入 那這個馬桂龍 對我的看法相當大 當然說我們後來 我們小朋友 都是一起成長 大家的小孩 還有呢 譬如我們 當時也搞了很多那些 叫做Camp 有堅文營 又有Launch picnic 很好玩的 那時候我的工作 就是娛樂的工作 真的娛樂了 游船 游下幾個贊助 那時候我帶小孩 游泳 在船上一起去 這樣做事 真是娛樂 那這個呢 我當時做完那份工作 你知做公務員 就準備有幾個 叫你去哪裏做什麼 那當時呢 到了81年呢 就 有一位 又是有位上司 那時候又講了 第二位呢 我講了蔡淑娟 SK賽 他又找人 娛樂圈 有個空缺 找人做 Senior Manager 就升級了 那時候又有 又有 就見到我 一會兒我給封信 是因為我在娛樂圈 做得好 不如陳達文的處長 文化處長 就給封加他算我 不知為何我做得好呢 一會兒我才 是這封信 不是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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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封 一走 七七年我剛入圈 我入圈 第一年呢 我就走去那個 那個Entertainment Hoburn 當時呢 還有漏了說 First of all 當時第二屆 亞洲威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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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現在香港威說節一樣 不過我們是亞洲而已 就找一些artist group 來大互頭 什麼什麼 去做節目 但是你有負擔前 他一定要做一個 昨天那天 做一個戶外的 即那些隊來 除了戶外收費 戶外免費 一定要這樣打包 戶外收費 又是我們去做 我們承擔戶外 外國的團體 沒有私宜 就自己做為私宜 那以說 那些好人呢 到時候就看 自己的事情 又要做為私宜 幫他們做為翻譯 所以這個 Entertainment Office 真的不可以做 當時有一個助理署長 但譬如Cultural Services 住了陳澤民先生 就給了我 交給我 這些我倆有幫助 是吧 在政府傳黨的這些 於是他就 到了81年的時候 再做些 就找到我去管理 這個當時 市政局時代的 華記者 官辦時代的 立體團 發揮剛才我之後 所以你看 一路去跟前 那時候 我當時 在華記者 那時候的辦公室 就自行出 當時就沒有 好像我們的辦公室 就在上環 市政大廈那裡 當時就在 龍牛灣 合成政府 合成商業大廈那裡 就租了一層樓 那個華記者的辦公室 商業樓宇來的 那個實際的辦公室 就開始 就在這裏 我的 全色的租樓 因為真的是 演藝事業的 管理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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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 一個 一個 人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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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是第一屆的分野生 第一屆 當時我同班的同學 現在都退休了 是正新聞的 我同班的同學來的 Helie E 都退休了 基本上都是在藝術大陸 繼續一路一路到退休 都是在學會裡面 其實很靠這個 course 這個 course 當時很多這些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讀的東西 是否這些是技術的 文化管理課程是否這些 當時設了這些東西 究竟你會有甚麼東西 這個 survey 究竟有些甚麼 其實後來有一個 survey 問他們 這些highlight 我認為這些可能會再深入認識 所以當時這個 course 對我相當之有用的 是兩年的課程 part time兼職 我都要做事 但他晚上不知一個禮拜 晚上不知一個禮拜 然後星期六晚上 有些intensive course 英國同學的教授來教書 大家可能要讀這個行業 有很出名的 學生學生學生的 讀完之後就要把好處 所以做政府呢 做政府工呢 大家要在座 有些好處 當時呢 都真的都對我們這些年輕的一代的 不說得呢 要推上你的管理 將來要讓你這個香港 當時要發展香港表演藝術有這麼多 都一定要培訓 當時呢 如果是library那邊 他們有份 因為香港大學有library 有讀書館 所以他們不需要在香港 就是香港的讀書館 library就在香港大學那裡培訓 museum也要出去製造的 但是呢 唯有呢 你劇在香港 如果沒有 香港大學就沒有劇 這事情唯有呢 就要靠外國 CPU的人呢 教administration之外呢 然後呢 就要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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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我們去英國 當時我們都去過了 來做attachment 在一些廣場那裡的 那要看別人怎樣管理呀 或者白國後台呀 怎樣接待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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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接待藝術 都挺好的 所以課程 包括一個這樣的 overseas的attachment 在英國的一段時期 也都使到呢 也都趁了機會呢 看很多戲啦 在英國是吧 變成有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讓我再深入去認識 這個什麼叫做藝術行政 這裏再看到了 我去香港也一樣 戲院就不可以六歲入劇場 所以我就等到六歲 我那些女兒六歲呢 一六歲我已經大他們入劇場 我在大學堂 我們當時馬桂平在大學堂 那些大學堂 我們的胸名 從1977年至198幾年 基本上十年前 都是大部分的節目 那時唯一只有一個大學堂劇演 那時音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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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音樂有文化中心 藝術中心 多數都是洋人的表演場地 所以我們畫劇場的製作 全部都集中在劇演 或者音樂聽 那時都沒有文藝中心 沒有的 所以高山劇場 然後有另一個劇場 是高山劇場 那一般的演唱 就說我後來在高山劇場 政府時我會在高山劇場 我會後來管理高山劇場 這就是在後畫上再說 當時我們畫上去高山劇場 我盡量帶一些女兒去看電影 她入劇場的年紀 我就帶她去看電影 看電影 如果她很開心 就走後來去看電影 她們在她的心目中 都是明星 那於是她 使得我的工作 也都是把我自己家庭 帶入我工作的環境裡面 認識我工作 變成後來我女兒 後來大了 她已經沒有讀書 她們都很喜歡藝術 變成她很喜歡藝術 她問我我讀什麼 她說我都想讀藝術 都想讀 她說藝術找不到錢 她說我叫她不要讀 別讀書 別讀書 但是她們一到達放假 她們走出輪胎 去廖屍 都是因為小時候 就培養她的興趣 所以看到這個都很重要 要維持 你一定要用家人 揪留你的生活 和工作 下面一張 可以看 還有就是 這個比較後期 這裡講到我們 做藝術行政 一定要講人際的脈絡 還有你可不可以犧牲 犧牲時間精神 一陣子可能會跳到一些 去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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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OK 不要緊 我們有張照片 就講我們1981年 進去玩的錢 82年的時候 你都找到楊世霞 青山時廟的張 這張是1982年的時候 楊世霞是我們華廷人的第一任 藝術總監 楊世霞當時在Colorado 就是波羅蘭大學那裡的導授 當時我請了他來 和華廷道氣 後來做了我們 後來就來做我們的藝術總監 但這次華廷人的名字是藝術總監 是黑席導演 你見到我隔壁的鬼佬 Rules 就是一個服裝作為布典設計 你為何我料到青山時廟呢 這個我也是我的工作經驗 大家也要見 我那時候是公務員 我可以朝九晚 我可以不去拍場 一張一張 你見到我又在拍場 其實我有著行政 我可以比較時間審時地上班 我也是可以的 但是放了假 我是不是都可以回家 也都可以 那些導演 導演都可以休息 他們通常都會用星期六星人拍戲 因為美國人來 都是做五天就不做了 星期六人 我就覺得他來到香港以後 不認識人 又不認識東西 既然來得到了 是否應該認識香港呢 如果作為公務員 你可以不做這些事 但我當時 其實我一直都不做公務員 但我覺得自己 不應該用公務員的心態 對付我的工作 因為他們的表演藝術 是要有關聯繫的 我打算如果我做下去 我一定要跟他們建立好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所以我利用 我其實不太認識他們 我就令到家庭 我自己帶他們去認識香港 周圍 青山神的其中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很開心 我們後來到了現在 1982年到今天 我和楊西白已經80多歲了 還是好朋友 到現在 我去拉斯維 我去拉斯維 在廚家裡住 我去美國旅行 西外 我都去探望 被她當了半邊的客人 繼續保持這個關係 我們一直做著一個更好的朋友 所以這件事就很重要 因為楊西白 在我的 一會兒我講的 在我播放畫劇團的工作裡面 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 這個就是 你們做了一些行 就不要淪失自己的時間 淪失自己的一些空間 你一定要付出 你要付出 你自然就會有一些收入 收獲的客人 你看看 King Sir也是 嗯 怎麼那麼快 給我看看King Sir 這個就是 林寶儀 當時我們做理財三世 King Sir這個人 King Sir是 我認識的 King Sir說 我講一下King Sir是怎樣的 剛才說楊西白 因為他要講King Sir也是我的恩師 其實King Sir 我沒有跟著我 我不是已經 我不是說 但是King Sir 1962年 大會堂建成的時候 當時King Sir在美國 贏了大學 畢業回來 就在62年的時候 同期的 King Sir回來 就會大學教書 但是King Sir 他當時做了那州電 那時候是那士 那時候叫勵的電視 那時候叫勵的電視 不是那士 在勵的電視 他做副總經理 日後在勵的電視工作 當時 陳達文先生的處長 那時候是西華紀錄 剛才說過八二年之前 八三年之前 香港灣一定沒有魏藝總監 七七至八三都沒有 那誰做那個藝術領導 誰去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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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魏藝總監 他叫做consultantartist director 或者叫principalartist consultant 有時候用這個名字 有時候用這個名字 然後做了principalartist consultant 即是說他要做事 但他的兼職 玩他們的兼職 例的電視是政職 例的電視是5點鐘放工 他由九龍塘 訪問到我們當時的office 新世界 由合省官的新世界 現在的新世界中心 現在拆了在這個 我們臺灣說 金Sir來到了5點半或者6點 其實我當時是下班 我又不能下班 因為他來上班 我又不能下班 金Sir每個人都來做三個小時的工作 做到9點鐘就下班 我就說早上 我又不可以遲到總公務 不可以9點鐘就不上班 所以早上9點鐘就要到9點鐘 因為這種的制度 我是很長期的 可以難到 難到今天都很健康 都很拖累 但這種我不計較工作時間 長時間的工作 這些也是 朝九晚九 長期這樣做 都幾年 雖然我從7、7年開始 81年進去的時候 都做了幾年 從小排才來的 才有個全職藝術總監 我跟金Sir這段時間 我學了很多東西 我去英國之前 未去英國的授訓之前 我一直不斷在文具學 在新疆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一直都說 金Sir 我是私塾學生 他在工作上 我去新疆學了 做人 在金Sir 你知道他是一個 很新人的人 他不喜歡說話 但你問他的話 他很喜歡教你的 所以金Sir 是一個很好的 所以我的藝術劇 所以我的藝術劇 工作也有第二個影響 我的藝術劇 很重要 這個就是奴彥 這些connection很重要 到奴彥後來 都跟我們有很多合作 當時傾斜到戲 不是奴彥的時候 是來看戲 就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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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 所以我們就認識了 後來我們也請了奴彥 做這個吉利慈禧的合作 過幾次 所以當時也都是在 這些關係 也都是金Sir 自己作為行政人面 你可以不去後台 不去招呼這些人 都要盡量在那裡 他下面一張 但是金Sir出了一本書的時候 我亦都會參加他的法務會 當日 這個也是 金Sir 我自從認識了他之後 從來沒有間諜我 連取他一定會去百年 我都當了他自己 我對他學生 他很多學生是百年 於是我認識金Sir之後 從來沒有間諜我 這麼多十年 都是他 金Sir 金Sir今年都八十一場 好 到下面一張 好了 這張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看完 有金Sir 金Sir 另外有楊世帆夫婦 Laubert Luce 那個美國人 還有中間那兩個 Villian Charles 周啟辭 就是周遜芳的女兒 周遜芳的女兒 Villian Charles 是新聞署的新聞官 隔離幫王浩宇 都是刑警人的 當時他來… 在大會頭 楊世帆動起 經常來捅場 來一張照片 當日我盡量… 這個動物圈 現在不是這樣的 牧場不是那些格子 要動物圈 這是一個舊的動物圈 來的 那些椅子都不一樣 我給大家看 我也是 把我的工作 借入家庭 我通常會盡量在劇院 留到內一點 他爬起的時候 我差點留到尾 我才會走的 我當時做事做到 楊世帆 你在做什麼叫我走 你不可以做 你很排戲 你不需要擦大,你回家做 但我覺得 我做很堅決 我連和劇場的時間 越多 我對那個製作認識的 熱心 即是說 我對處理有什麼特別 處理出什麼問題的時候 要我做決定的時候 我比它容易做 如果我完全做 那個工作環境不認識的時候 人家竟然有什麼要求 或者發生什麼事故 我不可以即時 即時不需要我處理 但我會配備這些事情 誰對誰錯 我經常在一個工作的地方 就算那些是不得了什麼來做的事 我作為一個經理 我也要在那裡做多些時間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信念 這些都是為了興趣 所以我維持了我自己的長期工作 後來你見到楊世鵬之後 做了壹事總監 陳穩盈 陳穩盈收到來 跟美國馬力學修 修裕就是演戲劇 後來有毛正輝 動作雙上有個毛正輝 公司化了之後 2011年之後 公司化了毛正輝做總監 楊世鵬 陳穩盈 陳穩盈 再三分由楊世鵬 前後兩調 由楊世鵬 陳穩盈 然後到陳穩盈 當時我基本上 即是畫畫的團 由開團到現在 歷任的小項監 我算是一個場合也算的 到現在的陳穩盈 我還在工作的時候 我功能比較長 所以基本上全部陳穩盈 我一起工作一個 每個陳穩盈 有不同的脾氣 有不同的興趣 所以基本上是要 能夠適應 所以適應線很重要 你能夠知道自己 能夠掌握他們想法 或者他們想怎樣配合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早期 早期一班演員的 剛才我說的 第二路上蔡淑賢 就是邀請了 那位 當時也有 一元長的人在做 好 給我一張 這個都是陳穩盈 後來 再回來我們道戲 就是他們演了一年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錄音 因為貪我們電的時候 導演後來幫我們做戲了 去到1998年 跟Mose合作 Mose多時都是 因為後院做了私生的教育書 多時我們請了兩位 就做德瑞治英 這個是當年的華文戲劇節 在Studio Theater 就是文化中心 小劇場那裡 小劇場大製作 當時是一個 雖然很漂亮的製作 我們也將新興城之戀 帶他去美嘉 北京演出的 當時 合技演員的梁家輝 好 這張就是我們 毛俊輝做總監時代的 Marketing View 那個事務部的一張照片 當時我們為了化學的發展 在這段時間 我們去過澳洲 陳錦璃和我們的關係 你現在二入了自動燈 其實1984年已經是同化的工作 當時我們去澳洲 第一個工作 是當舞台是監督的 陳錦璃現在在這裏 這個 當時 這個我 這個我 當時 大家都很年輕 那時候 這時候 這裏就是在九龍公園 剛才我說的 冰房裏面的排隊室 一個貨室這麼大 很小的 我們去到舞台就說 要放大 這裏就是在世界空間的排氣 排氣 那麼多這些排氣 好像排茶館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 我發貨會 請到這些 都說了 所謂的 好 好 我們跟這個 當下 要建立關係之後 就跟董事堡同樣 我們今天也在座有位 馬先生是我們的董事 其實我們的董事堡 現在有幾位主席 先後 我們董事堡只有六年一任 首任主席是周慧成先生 第二任是楊廷宗先生 第三任是胡慧明先生 然後現在 任主席是胡慧明先生 所以剛才這時候 就有一個NU dinner 周先生 請第一次 請第一次 他出前就請他吃 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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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餐 所以我們的董事很重要 董事他們都很投入 理事會 每次 每次 他們都在後台 淡班 或是後台 有餐廳 我們會邀請他們 去舞台上面 或者是後台 大家聊天 去交流認識 或者請個事發 那時候就會在場合 或者會認識 所以這裏就是楊廷宗 我們有時候會請到 這個就是常委任的主席 胡慧明先生 我們有時候會請到一些政府官員來 看過我們的戲 因為是因為 sponsor sponsor都很重要 當時銀山牛 你剛才就進來 就要去 我們跟銀山牛 有一個長期的火鍋班 也有很多合作 我們有一個副皮包包 這個信興也是我們 當時社會做指證 我們是宿舍費 信興集團也是我們主要的sponsor 這張照片 我們這張照片 包括日本 去過日本的 這張照片應該在日本的劇場 裡面拍攝 給大家看 我們劇團裡面的運作 很重要 剛才那些社會 都在做的 這個我給了幾個logo 大家看 政府和商界的關係 如果好的話 是對於我們那個 政府之助以外的資源 是可以給我們更多的support 才可以發展到 無論劇場 或是教育 甚至很多創業 一些試驗性的事情 都可以做到 有一件事 我們公司化 2011年公司化 這個第一任的marketing 這個給剛才那個 去澳洲 第二個marketing manager 這個第一個 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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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是在視線公司裡面的 新聞廠的人 李士文就再回來 跟著我們 我們說公司化下去了 他剛剛就回來了 我們就請了他進來 這位女士李士 他以前在華星 華星唱片公司 後來就在政府新聞廠 當時他被說 他是一個商業的人才 他說華吉平 你不要叫人入劇場 所以搞了他 把劇場帶去商場 把劇場引進去市 公司那裡 當時我們找了太古集團 sponsor 我們去太古 現在的Pacific Place 那裡 在太古那一層 做了一個展覽 我們也做了很多 這個第一個 就通過一個熱彩舞台 然後把劇場帶來 這個社會 這個人就是 第二張 這個人是另一個sponsor 另一個我們合作者 就是明愛之友 也跟我們合作過 那一次 他做了一些音樂劇 所以通過音樂劇 我們就找他 這個另一張 就是剛剛今年的一個賺作者 叫做scrooge 其中一張 這些是他們的董事 我們也是跟其他公司合作 和大學 現在我們玩一堆的發展 就看到這個 和高官大學 掛勾的一起的過程 也是一個professional performer 就是由高官大學 用法證書出來的 我們幫他做訓練 這部公司也長期 做一些外展的工作 這些對我們劇場的收入 比較有穩定 和長時間的收入 都很重要 好 這個就是恆生 剛才說的 恆生青少女舞台 搞了第三年 一個相當大 是一個大金馬的贊助 他們可以幫他 恆生青少女舞台 我們幫他訓練一些小學 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和中一、中二、中三 這段時間的學生演戲 在暮集式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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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暮集後就有一個表演 有一個音樂劇表演 這個表演 這個表演 這些表演相當多 這個表演 我們要介紹一下 我們的黑合劇場 這個大家可能都去過 下場 我們去白樓 再拍照 我們的黑合劇場 好 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用國際的connection 打造了國際的劇場 黑合劇場節 這些都是一些 以前做過的 和國家的合作 在黑合劇場發生的 來後都會繼續做的 我們做到西 待會兒再介紹一下 西斗 或者我們暫時先講到這裡 我講過工作範圍 由娛樂 去表演藝術 這個專業劇場的發展 這個專業劇場 基本上我從1981年就讀到現在 其實我在1981年至1991年 中間這10年 我在華鏡年 我政府時代 帶他們去做工作 1991年 我去英國讀書 我去了英國 1991年至2001年 我就做過其他工作 政府就調了 你帶他們去英國讀書 回來就沒有工作 所以華鏡年 不是我去教育館 我回來就調了一個暗體育館 所以我去看 這絕對大陸 紅館那時演唱會 就最厲害了 那時候我講紅館工作 到後來有社區 要發展社區的時候 我去了社區民營統籌辦事處 這些工作的經驗 社區民營統籌辦事處 其實和最早期的一份工作差不多 那份工作人家都是社區的工作 這份工作就是一個小的CP 你知道康文書現在 他們的cultural presentation 就是幾千節目 我們那個ACO 就是community arts co-ordering office 就support那些小的團體 像現在藝法國的資助審定 那時候是這樣的office 我已經做了幾年在那裡 後來就去做區 做區議會的霸套活動 下區那裡 我基本上就是高山的牆 我常常有一個office in高山的牆 做instrict 做instrict的cultural manager 他就周圍的議會開會 所以後來那10年裡面 他斷層了 他斷層了 到2001年的時候 我當時還沒帶退休的 我就說我提前了 因為我也是喜歡畫劇 當天提前就退休 退出公務業 就參加了這個畫劇 公司法律後的工作 到現在 也領任和不同的理事會 有幾屆理事會的朋友 就是理事一起工作 那這個工作的經驗 或者大家有問題 我們再談 那… 好了 我想這個環節到現在 好嗎 好 多謝 OK 好多謝 你想下一個環節嗎 好多謝 我想問一下 如果現在去到第一個環節 就是KB介紹了他40年來 入行開始 經歷了不同的專業 或者部門 也都接了不同的政府部門 在政府的年代 作為公務員的年代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 想和KB交流一下 之前他去下一個 Session 2 第二部份 如果有的話 已經可以隨時問 我覺得 因為有問題的話 可以馬上交流一下 或者想了解一下 其實作為公務員 其實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是KB離開公務員之後 第一個聘請的人 就是在餘人指標上班 4月1日 2月1日 所以 作為公務員的話 離開公務員的系列 要變成一個公司法 就已經是 要我理解 當時我去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brief我的 我們就是 要公司法 因為想 在公司法之後 團團可以更加 融合社會市場的 期望 和需要 和可以更加增強 沒有政府的大包袱之後 可能效率可以提升 利用社會的資源等等 其實那個作為 已經在當刻 你是很多年的公務員的心態 轉了出去 要做一個商業的想法 的時候 去思維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需要調整自己 有的 我多謝張美如 張美如 我們大家做一個對立 有個節奏 我和張美如 是對立來的體對 張美如有一個好的見解 和政府所有的政策 民法制奪 都是有社會性 或者政治目的 在那裡 就是有任務性的事情 所以我們做公務員的時代 當時都是受到一些制奪的 制奪的話 我們所謂的 叫做什麼呢 一定是有 譬如我們當時有個市政局 我們完全沒有曝光的 全部都會是議員 什麼都是議員推出去的 所以很有趣的 當我們去到tour的時候 我們去李嘉宴出去的時候 那個領隊不是KB青 也不是蔡淑娟或者蔡沙斯 不是的 是那個議員做領隊 發言人都是那個議員 但是那個議員 那些webbing counsellor 他也不是選擇正確定的人去的 因為當時是最開放的 最先有民選議員 那些民選議員 那些民選議員 是國行發言的 有些是我們試過 記者記者記者 好像帶著一個 他是做工人來的 他現在 他是一個不知什麼工 工種是工人來的 他是一個議員 他是一個工種 那時候很多時候 就會去到 即是說 他對某些東西很新鮮的時候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 那個方懷 給了那個議員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又不敢怎麼出聲 所以有時候那個image 是很困難的 就是你那個步跡 倒不到自己的一些 威水 比如我們當年 我們在1989年 即是中國民運那一年 我們1989年 就剛去到美加檢出那個 叫做花近高樓 當年就是星島日報 胡仙 他們星島報慶五十年 為了他想寫一部戲 就關於香港五十年的歷史 都是有個社會任務 政治任務位置 寫五十年歷史 當時我們總監陳敏營修女 寫了叫做花近高樓 就說香港 用香港五十年的歷史 換穿做底 寫了一部戲 當年星島日報給了我們很多資料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很困難 這個時候帶了他去三爺市 紐約 去多倫多的演出 當時我們要拜訪市長 到底要拜訪文化機構 那時候 但是那個議員 他有新鮮感的 他去到那裡 沒出過國 到處玩 但又變成了響 所以很有趣 這些東西 現在說回來 不緊要 反正都是市局 都沒有了 殺了局 二千年都已經 所以我們 第一就是這樣 第二就是很多規章 一定有政府 很多要限制 要這樣做 譬如製作的時候 有時候要請藝術 或者買一件東西 如果你有很多規矩 規矩要跟著的話 會影響 不但影響到一些 Quality的控制 或者你都一樣 可不可以 政府那個 抄料網 你才可以去賣 等等的東西 這樣就很適合 這時候 有拖罕 還有很多層層的審批 公司化了之後 那個令人算大了很多 但是我們說 藝術上面 都沒有幫助到 這是我肯定的 因為我經過當內 事業局當時 政府是一個 因為當時 幸好是因為有事業局 有的那些議員 你議員喜歡玩不要緊 但是那些議員上去 都照批的 那些議員 真的 因為有的事業局 事業局不是 事業局是財政獨立的 它不是政府 它是一個 給你自己財政獨立的 所以我們那些制作 陳達文寫了 寫了一些paper 寫了之後 我們Draft 草稿 陳達文看完之後 家裡上去 陳達文就說 我要應付這些議員 其實不是要應付的 要應付這些議員 當然他處理了 他不講得到很多細節 我給你大眼神 你就說話 我不給你大眼神 你就不要說話 我們一旁就看看他 就看看他沒有大眼 他就說話 他沒有大眼 所以我們 丹溫青有個花名 叫大眼 我們叫他大眼 所以很有趣 因為看他眼色來做人 如果他打錯了回來 他會罵你 當然是 很嚴重的 因為他是充武嚴重的 但是他很適應付 當時很適應付 當時很適應付 當時事前的主席 也很沙皇 他有文化沙皇 他好像是一個失王國 沙里士 當然是沙里士 他對這個文化很有 你知道何時 那幾個主席 對文化都很有要求 然後是張有興 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幾個 還有霍士傑 還有一個外國人等等 都對文化都很支持 所以我們去到的 基本上 所以後來 你看到70年代 我們寡劇田 77年成立的時候 都在80年代 也跟著有政府 一個大的文化政策的環境 要有一個積極的 他雖然是干擾 但是他在80年代 發展了很多 有發展區議會 有發展演藝發展局 也是有這個場地 在80年代 陸續建了場地 在彈月娥電話 高山劇場 然後又建了紅館 然後建了這個 Copy彈月娥音樂廳 去沙田、荃灣、屯門 所以你看到 沙田、荃灣、屯門 那三個大學堂 是一樣的 全都是一樣的 就Copy香港大學堂 沒有過去的 簡單的 快快 所以不停建立場地 然後建民營中心 因為區議會成立 每區都說要有 那時候有上華 有西班牧 有牛市灣 當時有十幾個 但後來 我又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剁了它 為什麼要剁呢 剁是對不對 剁民營中心 當時剁建議員 只剁了四個 我看到高山 我講了三個 裡面 有秘密看 跟余黎清平的對頭 會說 為什麼當時 十三個 如果又變成四個 那時候 你會被說出來 大家去解釋 如果當時 有十三個 肥中心有十三個角色 就不用現在 大家差分頭 是吧 後悔的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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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陳達文 是以黎清平做市長 那時候 所以 基本上 有好處 在政府裡面 有好多資源 它經常都不用怕 它百分之一百支持 你現在又不用票房 很不重要的 那本數 你收到 又不是自己 留來自己發展的 要付付付付付付 多少錢 你花錢 你收到多少票房 給政府 整個財政策 那個財政策 完全不動 那時候 我們獨立之後 公司發展之後 我們有個董事局 有好好的董事局 都有博國 他們在那裡 在街上叫我們做事 我們自己可以很自由的運作 自由的運用我們那些錢 或者運用我們那些人事 或者運用我們自己的聰明 或者我們的空間 多了很多 那入得來 又在花錢 工作的時候 都是一些 真的懂 不是派人 那些 例如我們選 財政策 當然是找David 因為他是媒體專台 我們可以自己選 自己選 自己喜歡的人 就不是說政府 去投票 去投票 如果投票 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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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看到一些 嘻嘻嘻 去投票 你不捨得 去投票 你越投票 越投票 你越投票 就算寫空天 那樣子 就這樣 都是不同的 這個戲是甚麼文化 好 我的話都不錯 好 哈哈 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下面 如果沒有的話 不如我們去第二部分 我們進入第二部分 就是 KB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的經驗 就是 進軍內地的市場 特別是他們現在用粵語的戲劇 包括了音樂劇 最近很成功的 去進軍內地市場的一些分享 好嗎 請幾點 我們講這個之前 我也要講講 粵語話劇 進軍內地市場 有沒有碰到一些噴欄呢 其實是碰到的 但是我們有信心 如果 如果 這個也是談論 鍾寧輝對我們的影響 因為鍾寧輝在演藝園明明 教了很多年這個戲劇 他堅持都是語話劇的發展 演藝圖有一個社會的新人數 我們香港招回來的人 我們舞蹈和音樂 很多時候都一定要靠一些 國際招聘 但是戲劇始終都是在本地的 本地人民處 所以演藝圖的學生 基本上都不會招了一個 不會講語言的人進去的 所以反而你說 發展國語話劇是比較難的 因為演藝圖也不是他的目標 所以我猜他有了他自己的宗旨 因為演藝圖是戲劇樂園 所以為什麼各個學院的瘋 都是樂樂人 是唯一 這個戲劇樂園是中國人 就是金瑞 這是有的原因 於是他發展演藝圖畫劇 既然這些演員 都是演藝圖畫劇的演員 他一定是講演藝圖 就是他們最難守的地方 假如我們用國語做 不是不行 你去到內地跟別人 北京人藝 郭德馬廷園 在上海 你一定是比低 不是你自己的地方 所以Katrin Sir說 要我們一定堅守這個準備 但現在大家有個情況 我們馬廷圖都是這樣看法 就是說 現在我們的觀察 內地沒有一個 以前廣州市 有一個叫廣州市話劇 一個叫廣州市話劇 一個叫廣州省話劇 有兩個省級 一個市級 每個都有一個叫喜劇隊 一個國語隊 總之是講國語隊 一定有個異議組 有三個組 但是近幾年他們全部是取締的 就是說內地 中國內地 沒有一個是討論語 的話 即使說 保存 在舞台上 要來演戲 只剩下香港 我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財富 我們一定要把它保存 以後我們說 我們出去演出 我們都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 這個楊世鵬的時代 因為兩個美國人 他是紅石人 他是講國語的 他曾經當時 在他主政的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他曾經想成立一個 香港人成立AE條 一個E條 一個國語條 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有兩種電影 有國語 有國語 A組 B組 但是發覺 觀眾不夠 時不已我 如果楊世鵬 在今天還在演戲中間 可能現在多了很多 講國語的人 在香港 他移民多了很多 但是九十年代 還未成立 所以他失敗了 試不到他要意思的東西 所以楊世鵬也放棄的 到我們公司化了之後 曾經 因為我們的劇團 有個好像就說 除了我們有老中青結合 我們演員的年齡層 是比較跨度很大的 老年又老的 老中青結合 也都是有國語人 有語人 因為我們在內地 我們早期八十年 就請了一批在內地 因為當時沒有演藝學演 因為現在八百年才有演藝學演 八六年之前 基本上我們玩的 七七至八六年 基本上一是大學生 一是二月劇社的那些人 聰明的人 就考進去 一是內地 一是內地的專業演員 有一些移了迷藥 有些我們想去聰明的人 都從西方上去廣州 去做聰明的人 今天請到一些議員隊的人 或者國議隊的人 來香港都是相遇的演員 也有很多 當時就有條件做相遇的演員 公司化了之後 隨著這幫年紀錄 內地的漫漫彈出之後 每次班人 即是內地的演員 對香港的劇團 又沒有發展 沒有影響 因為內地的發展得太快 他們已經在內地 有自己的做影視 可能賺很多錢 香港來到的時候 工資不多 即是我們劇團 我們給他們多少錢 又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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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早期 現在我們在大陸的演員 在大陸的演員 很吸引 在那裡請他 立即一萬元 他都覺得很好 但現在你給他二萬元 他覺得你現在要來公司 財二萬元 所以現在沒有人 大陸沒有演員 加上他也沒有了議員隊 他也沒有了會講會議的人 可讓我們請 所以我們慢慢 舊的離開 這時候我們畫的條件 現在的力量 也集中在他表演 這些很多因素使我們 好 我們就是做議員 我們要有些什麼 譬如我們今次訪問 你看林阿歡老師的那篇 就講了這個問題 他說我們畫的條件 他有力量負責 他說你不需要 不需要跟別人理聽 你就做好自己的議員 他有一套理論 大家看看 所以我們現在進軍內地的市場 都是要議畫的 初初我們碰到困難的 但是慢慢慢慢我們就堅持 你不看都不要緊 我們說你看的外國戲 你不如外國的劇情人 都不會遷就你的 俄羅斯就說我愛語 英國的劇情人 講英語 我們只要放一個字幕 我們放中英文字幕在那裡 他們會看字幕 他們是辛苦一些的 就是他們聽不到 他們要看字幕 他們比較累 他們出了反應 都說我們很累 這樣 這樣看不及 這樣 但是我們做字幕 都盡量遷就 我們是以體文的 我們不是廣東話的字幕 那些團隊做的字幕 都給他們特首 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做到現在他們很歡迎 都說你臨時美術做不做 因為很多時候在演後座談會等等 那些人已經覺得 議畫劇他們慢慢接受到 尤其是上海和北京 都接受了我們那個 廣州五個人 是說了很多觀眾 但是去到二、三線城市 就出了問題 甚至回到天津 天津都不算二線城市 都很大城市 天津不知道有這麼好手 他對議畫劇 是有些牌制的 我們試過一次演出 有些人罵我們 一叫我們是看東西還是聽東西 看東西是聽 我們是聽語言 一叫我們是看語言 罵我們 我整晚都吸收不到 加上我的字幕 突然說不需要鐵畫鐵畫 更加搞不住 我就罵我們 好像我帶了一些書去 帶了劇本 我馬上就知道 那些日常行政要執生 如果政府不行 沒有人批准這書 就派得到我 我們不可能 安撫他們 你看不可以 不要緊 劇本就臨臨 所以派著派一些劇本 你回去慢慢再欣賞 看回劇本 你解決問題 立刻要拿劇本不賣 就派給觀眾 這樣解決問題 所以天津大學生碰到的問題 我們去到貴州 那些錢還要 不單止他們說要買票 他們去貴州 我想他們都沒有什麼 買票的習慣 可能那些歌舞的節目 那些安排去看那些 那些時候貴州的觀眾 又來的阿貴旦 林馬夫老師分析過 你不會吧 那些三四城市 就集中搞一些一四二四城市 所以我們都試過 我們試過去到四川 四川 重慶 都未必接受得到 有時候重慶應該是 中國話劇的重鎮 都未必打一遍 現在大灣區發展 我叫我講 其實就應該有機遇的 不如我給他們幾個例子 我給他們幾個例子 講這麼多例子 就聽一下 看看 亮度 我們先講講這裡 我們轉到內地市場 不可以自己做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會 跑那些衙門 有很多吸引 拿些東西 拿些批文 很多批文 我們自己搞不定 自己一定不行 所以一定要靠一些 內地的人 一定要靠內地的 幫我們跑的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是彥虹 我們前面的拆展人 彥虹 彥虹 當時我認識他很久了 只有大學生 現在都不學生了 他當時是大學生 他把電影 都拿出來組織公司 搞了一個北京101公司 他從這裡搞到海丁堡 也好 把海丁堡的小器 拿到海丁堡 把海丁堡的小器 拿到中國 已經搞了 是藝術 在這個城市 你幫我埋牆 因為我們不會拿些錢出去 他們幫我們出錢 先埋牆 我們完了之後 大家就說 約定了 那些票房收到票房 你收 我們收到多少錢 大家有這樣的 約定了 這些事情 這個是小一點的組織 這個是民間組織 我們跟一些官方的 官方的組織 做我們的agent 比如這個中國 這個國家大劇院 他們本身 因為內地很有趣 內地 大家都可能知道 內地的演員 它自己本身是一個 它有一個優勝者 它有一個實體 比如我們說 郭家畫戲院 它郭家畫戲院 它郭家演員是一間屋 它也是一個團 它就說 它有一個House 它有一個戲院 也有一個團 但是香港就不是 香港就是海洋畫戲院 香港沒有古古戲院 它內地又不同 它是園和團 那個園是結合的 演團結合的 演團結合的模式運作 所以他們那個團 他們的演團 有一個license 它有些是內地的license 它們可以經營內地的機器 有些是海外的license 所以有些有國際的牌 那些演團 就可以引進我們的節目 我們在香港 雖然我們回歸了 但是它當我們是海外人 所以有海外license 我們就可以經過它們 進入內地 內地 我們就有幾種模式的 例如現在 用北京人藝 或者上海國家畫戲院 術中心 或者國外大劇院 或者等等 都是我們會有幾種方法 或者最新的天橋術中心 都有幾種方法 第一就是它包 包了 我最希望它包 它封了我們 我們的市股門 都要給你錢 它做就做 賺了它的事 但是它們現在都不肯 開張入票房 大家就 迷路與共 大家實際一會 實際一會 大家用分帳的形式 大家一同投資的錢 就是它出場地 出了Marketing 出了票房 那時候 我們出了製作 大家在看一看 有六四三七 大家基本上用這種方法 就開始摸了一條龍 我們看一看 都成功的 因為越來越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 因為我們用字幕 加上我們有些劇本 已經建立了話劇場的品牌 有些信心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堅持這個就可以了 我們出了去 叫不上架 說話劇場會做的 一方語話劇場有沒有觀眾 有沒有信心 整一下整一下 現在對話劇場 就馬上叫他們去 那時候我們要推一些東西 但是推不是因為我們不想去 因為我們沒有錢 因為我們那個subvention 或者我們sponsor 那時候一定有的 那每次要虧 一會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最近 去到那些頂頭巢的音樂界 是虧很多錢的 那你虧錢 不虧很多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 要計算 我們推了一下 都沒有錢 我們怎麼去呢 所以 但是預約的 我們堅持了一段時間 已經開始 我們那個票價能力高了 基本上 我們在council meeting 有些製作是不用虧錢的 可以開始打平 或者還有少許收入 開始轉變 只要你的團有個 reputation 有個信義 你的製作是好 是嚴謹 加上 就好像 大陸有大陸的風格 大陸 我們看看一些 那些戲先畫 好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可能看過這個戲 就叫做最後晚餐 這個戲呢 其實就是 不要跳 不要跳 這個最後晚餐 就是 三個演員做的 一個是趁國偉 是編劇 那個是方正正 是動演 那個是梅斯蘭 劉首正 和孫力文 三個演員 其實都是這兩個 這個木寶寺 這個人做 基本上 一套是香港 邊緣家庭的戲 來講 這兩個人 約了回家 吃晚飯 最後一頓晚飯 大家都不知道 對方想自殺 因為是說悲情的一個 究竟為什麼引起他們自殺的念頭 除了他老爸 所以他經常走 指導他們 一路是爸爸的問題 所以爸爸最後出場 兩分鐘而已 結果 他們一起去殺了他老爸 到底會殺到老爸 就結束了 這樣 一路這樣說的戲 相當之受歡迎 在香港做得很久 從一個小劇場 一路發展 我們在去年8月30日 1、2、1、2、1、6、8、2、3 剛剛 我們去到北京的大劇場 小劇場 那些人少我們不需要去大劇場 剛好 第一八場就在北京發生 這個就是孫生 好 他們送了一包 好 第二張 好 這張呢 這個是楊麻章 兩個演員 這些很適合內地很循環的 這些小盤的戲 我們的道具就是 兩張椅子 一張桌子 兩個演員 一副皮革 搞定 不然你喜歡後面 報紙都可以的 報不報都可以的 這兩個演員 你看看 這個是國耳版 這兩個是內地演員 孫力文和全裸凡 都是內地演員 你看我們老中職 真是老老的 我們不是假裝的 是老演員 相當好的 資深的演員 我先認為 就是廣東省話的演員 秦老婆都是廣東省話 不過是 姨小文女 她的芝達哥 去到美國 回來了 請了她 現在有一段片 給她看看 他們兩個 就說兩個老人家 進了老人院 大家分別 給兒女兒 推到老人院 很無謂的事情 在打牌的時候 大家認不得 有些人拆穿了 對方的西洋鏡 將來很大的戲 其實我們去南京做的時候 南京大學的學生 突然感動 他們說 我們這部戲 不只給老人看 應該給我的年輕人看 他們怎麼對付我 你推到老人院 那父母就這麼慘 我們去南京大學 有一個兒子 很簡單的 但他們很感動 好 另外一部成功的戲 就是 都市龍頭野的禍 這部戲 講講德海 即是你年輕前身 那個太監 跟這個世界後之間的關係 跟海外的關係 亦都是怎樣去 試著了皇帝的龍頭野禍 因為龍頭野禍 這部戲 是一個簡約舞台 又沒有什麼報警 這部戲是有簡約舞台去做的 我們當時 第一次重演 我們真的用語語 去到天子腳下做 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對面那一室 那間國家 那個余和大 那個Performer Center 國家大劇院 那裡的中劇場 有九八座位的 工惡中劇 在那裡做這部戲 後來這裡 就去上海 去廣場做過 這部戲 和龍頭野禍 現在非常好 我們再下一部戲 這部戲 就是我們親愛的 胡雪岩 這部戲 亦都去過外地 我們做完之後 再邀請我們去 今年我們 即2018年 會再進軍 胡雪岩 在紅頂商人 潘燦良 是其中一個 有趣的作品 這部戲 剛才說過最後晚餐 其中一個場景 這個是香港 或者布置多些東西 因為可以拿很多 這些東西 就是舊屋 那樣 好了 這部戲 剛才我們說 暫時 不是賺到錢的 因為人多 全演繹 在舞台上 踢足球 的音樂劇 頂頭鎚 我們去演出 連上演場 但是我和他 七十多人 那是否賺本 樂隊有三十多人 樂隊有二十多人 本台上有三十多人 在後台 所以這部戲 真的是 一個很大的製作 但是我們看這部戲 看完之後 國家文化部 廣告文化部 魏雪佳劉思 就看了 他說很喜歡這部戲 當時 我告訴你 我們去北京 北京有三個音樂 有兩個是內地製作 加過我們 《國文化部》 我看過三個 都是最好這部戲 當時就洗版了 然後第二天 北京的所有媒體 無論網媒 紫媒 全部一致 大讚這個 底頭和這部戲 當然我們演了四場 都是對於這個媒體出 已經出得很快 那些人寫的東西很快 即使買的 又一來一來 嘩 所以這個對我們 很大的鼓舞 雖然我們虧錢 但是我覺得 是建立品牌 建立北京人 對我們的信心 於是北京的那個 藝術家樓師 他說 我們兩年之後 都想搞一個 全國的原創音樂劇 就是接手段 他說 你畫一條 我到時可以來這部戲 他立即問他 你來多少錢 那張 我說我現在虧錢 你給我這麼多錢 我來 所以基本上 你看到這個 這個 還是有頭腿 一會兒我給你一個片段 你看一看 這個 然後 走下一張 這個 沒有東西 這個是第三部分 我們看看 看看片 我畫一下 給大家看這片 看看頂頭腿 我們現在 踢足球 不是打鬧球 所以 高 是一點都沒有的 對腳 不夠人家長 要怎樣 用頭頂啊 頂頭腿 是要用全身的力量 少一點功夫都不行 要全身 不能全 多個球 打起來的時候 無論 幾快幾慢 你都要看緊它 之後 一定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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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嘶 嘶 那種 感覺 嘩 嘩 那種感覺 嘩 嘩 嘩 明不明白 不明白 照色多多 都怕且聽得美索 當日開播 然後花樣更多 這鍋這鍋 齊齊學巧 不決葉樂 練到熟理奏歌 我 生辣 交過交過 遠足波地去馬 追過追過 如日甩掉了再踏 擦過擦過 鞋頭抹底 一魚拍過 龍門如傻人望著我 哈哈哈哈 過來過來 過來過來 來吧 來吧 騎慢點 對嗎 齊 差不多高 哈哈 砍啊砍啊 砍啊砍救命 砍個波送給你 砍啊砍啊 腹向地 磨拎個兵 扭啊扭啊好注定 擔心在那裡喘氣 這樣的三個貓關機 全無趣味 閃啊閃啊閃雨鼻 將字閃到開尾 講到底你想勝利 全靠秘技 Woo 叮頭趣 一口會贈他 叮頭趣 叮到順半空必出粒眼淚 整頭汗如水 叮頭趣 一口會贈他 追 貌 一口會贈他 一口會贈他 衝到順頭 一口會贈他 蜘蛛 一口會贈他 他在冇樑 你不是操心的為你 以上只是一小國分 在你隨身行為所寫的一小國分 你說你一去就命不復懲詞 請問安座你 你們這麼貴的財物 你們怎麼得回來的 丁無敗 好 一看你就明白 一看 我去見人說 我愛公眾招勤答兵,思慕你答,我可憐,但我無恥之一。 招勤答兵,思慕你答兵,何時能報道我? 我所做的,未有他們的懷疑。 我所做的,未有他們的懷疑,未有他們的懷疑。 審婦才會審康德海的懷疑。 大人你所討的歸眾才華,全部都是他們的懷疑。 大人你手上拿著我真的不行。 我看另一部電影吧。 大人,聽聞過我沒有最後晚餐。 這麼大人哪能管她的?她喜歡去哪去哪? 你放了她了? 不用理她的,家屋又不是她的,我找誰回來住,我不用問她。 我喜歡,我換了把鎖,她還可以。 你有空,待會去街上,帶把鎖上去。 慢著,慢著,你別說了,我先回家住。 我不是現在叫你馬上回來住嗎? 我只是叫你想想,我告訴你,這裡你是可以回來住的,這裡是可以是你的。 不是,是茶茶樓給你,阿嬤留給你而已。 那我的就是你的,難道被你老爸為了? 你被經過關我什麼事? 那是你老公,你給他喝什麼問題? 這間屋阿嬤埋了一輩子的。 那是呀? 我的名字嗎? 要嗎? 打完這一把,就進去。 打完這一把,就進去。 好,最後一把。 一、一、一、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五、七、八、八、八、九、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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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一,是你的。 最後一把,最後一把,打完就進去。 好好好,趕快,趕快打。 打得越快越好。 怎麼,我這次的牌發的不好,要不就是你的運氣沒了。 趕快出牌吧,威了。 趕快出牌吧,威了。 這次的牌一定是糟透了。 不是糟透了,我真是很累啊,我累死了我。 來這好的,來這好的。 哎喲,來這好的,我們就能進去啦。 我吵你媽的。 你罵誰?你罵誰? 罵牌的,罵牌的。 你不是罵牌,你不是罵牌的你。 你罵牌吧,這麼多話呢。 真是討厭啊。 哎喲,還不亂啊。 哎喲,你罵牌的。 你為什麼每一張牌都半一個張字啊? 啊,為什麼? 抽牌吧! 哎喲,為什麼,為什麼? 哦,換你了你。 媽的。 喂! 你記得,對不對? 說,說,說,說話了。 我進。 哎喲,她罵的,你大聲點。 我什麼的,聽不見。 我進,她罵的,我進啊。 好,我們看到這套,這套戲很熟悉。 我們現在呢,這兩位演員已經退了營了, 有一個回港,有一個回到美國了, 我們沒辦法暫停了一年了, 但是這套戲呢,2018年重生, 我們換了二語版做, 又為了歐家文和周志輝兩國, 重現這套戲用二語版做,都會的。 這樣。 好,我就看到這套戲。 我們說完第三部份,然後才知道。 好,好,好。 第三部份,我們看看,說什麼人。 雲觀的將來,你的看法。 哦。 你看到呢,這裡有幾張slide, 就是看到, 大會堂的劇演, 大會堂的建築文, 文文宋宋宋宇的舊年輕貌, 演藝園園, 這些都是現在的設施, 但是剛剛才政司宣布了這個計劃, 就說要在這個, 會做一個二百億的話, 把這些設施,翻新等等,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藍圖都真的相當長久, 大家就知道, 它會有一個新業出現的地方, 很快呢, 有了新業出現, 那就會增加了很多的排列設施, 或者甚至紅色洞的地方, 就在現在的車場那裡, 改建, 現在的車場就是會拆掉, 就是大會堂的, 那個圖堂的, 還有東九龍, 大家知道, 不久之後呢, 兩三年之後, 應該是東九龍文化中心, 都會出現的, 就是東九龍, 下面一張, 對了, 過多了, 西九龍, 東九龍, 這些都是新的場地出現, 都會是一個很大的, 怎麼說呢, 會改變香港的戲劇, 或者其他所有的文化藍屬的一生態, 我猜未來, 它畫的條, 究竟現在我們所有一個 vay new partnership, 它好像都會改的, 現在很多藝團, 都在不同的地區場地裏, 變成他們的夥伴, 夥伴藝團, 這個場地, 這個將來, 會不會隨著一些新的, 場地出現供應, 或者有些movement, 有些面位的地方呢, 當然, 我們畫的條, 現在跟西九合作, 就是在Program合作, 因為我們今年, 會在搞第三屆的國際客群集, 已經跟他們一起共同投資, 我們快要在三月來的, 這個月, 14日, 有個記者會集團會, 全國的季都會公佈, 其中, 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和西九合作的一個項目, 這個呢, 我們預避到將來, 揮金不是一個自由空間, 自由空間, 將來我們在我們這個HOA的場,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HOA的場, 和自由空間裡面, 將來會, 今年會還沒有, 所以今年仍然我們HARM未來發生, 因為接下來, 會用一個free space, 就擴大了, 所以, 可能會參加地方很多, 這個我們的國際慢慢截軌是一個人, 還有在討論的Musical是有市場的 也有大陸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也在討論Musical的合作 包括在它西九的FreeSpace開幕的時候 我們會這套戲 2019年 《遺夢之夢》可能有些在外會聽過這套戲 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就可以結束 我們玩的這套戲其實是賴聲村的作品 賴聲村是在大陸 在美國創作的大學生 作為英文版的戲 是一個史詩式的橫語劇場 當時在大學試驗都挺有趣 我就沒有試過做過公開演出 當時在2002年的時候 黃俊輝 黃俊輝就請賴聲村 不如試試《遺夢之夢》製作 可以嗎 所以當時在2002年 《遺夢之夢》製作第一次世界首演 公開演出的公開演出 所以在下午和晚上一場 中間加一個晚飯 即是乘套過的 買到到飄 即是晚上兩點鐘入場 看完吃飯 晚上再入場看 是11點鐘才發給的 星期六星期日就是這樣 順道Eat day不能飲 下午因為上班 Zat day我們 Mo有人看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五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五星期 설 Jazz 他做了二十多場 二十四場 當然在哪裏做的就是香港文化中心的劇場 這是第一個難度 很難找人拿七個半鐘頭來 第一個難度 第二個難度呢 這劇是一個還原劇場 還原劇場是一個發夢 一個夢裡面發了一些夢 夢裡面又扣了一個夢 其實中國戲劇裡面都是一個發夢的 他有很多個夢 一個夢扣一個夢 在聯盟扣那樣扣了七個多鐘頭 很多個故事 所以我相信他做這個 可能有新的故事會放下的 他放下的故事 這個好處就是吸引的地方 究竟下一個故事是什麼呢 所以你不悶的 第二個使他不悶的地方 就是那些觀眾 觀眾你現在坐定定 你都可能覺得悶 說了幾個鐘頭 我們當時的設計 就把演區放在圓圈外面 就是文不中心的 有二樓的 演區下面有什麼事 我們就全部拆了椅 就是不在椅 全部不在椅 就把演區變成了觀眾席 所以觀眾就坐在中間 演區就在外圍 外圍就是第一場戲 第二場戲 第三場戲 第四場戲 就是順時粥這樣走 這些觀眾怎麼看呢 就要轉的觀眾 自己自轉 一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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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發生一邊轉 你不會覺得你無黑幅廢 如果你不轉 黑幅廢 人家轉就看著你 你前面的觀眾就看著你 你不好意思 那就一定會轉 那時候你都很開心 就馬上轉 又動了 可以這樣轉 另一種方法 就是整個 可以整個轉盤 那時候翻天覆地 就搞了一種演出出來 故事吸引 首先它長 因為都好玩 又有新鮮感 那時候就有了一個 這樣的演攻器 當然是 加上我們都要找一些明星 你叫廿四場 不是開玩笑的 對吧 以前我們找了汪明荃 那唯一一個汪明荃 是GAS 其他人當然是演員 睡在上面那個老人家 就剛才玩牌的那個 秦可凡 是我們的演員 當時潘燦良是藍子國 當時是我們的演員 當時 所以基本上是用了 我們的演員 我們當時有二十四個演員 都用了 演員不是多 不過他二十四個演員 要做七個小時 你看他的角色的轉盤很多 所以後面的改變 景的改變 你又不覺得 因為你做的 在黑幫幫助後面 一直在用景 轉完之後 都挺好玩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 因為文化中心很少 直律人細大 所以他會擴大 所以應該會跟觀眾 我們預算是做 2019年 是做三個月的這個演員 所以會是一個 long run 試一下 試一下用這個 再認識 和細菇一起 好 好 因為 好 我最後一句 畫劇 畫劇 我們無論我們大劇 也好 中劇 也好 中劇 也好 也好 你要有一個 鮮明感 你一定有個戲要好看 一定有個好看 這是品牌 如果不好看 你競爭一定會輸給別人 你輸給別人 你輸給別人 然後輸給觀眾 觀眾就不會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除了金錢 另外 觀眾的支持也很重要 都是彈警的配套 有時候說 限見不足 彈警場也不足 希望政府的政策會佩合 包括一些對小劇團 和中劇團的多些資源 還有一個基礎 我們爭取sponers的能量 會多些 如果那些小一點 你會多些資助 大家一起去發展 有些人說 我們很堅想的事情 當日李護茅先生 我們的前輩 他講過 我們戲劇不可以一枝獨秀 當時很害怕的話 他經常在77年寫過 幫我們寫了文章 我們77年 10周年 在特海的時候 寫了文章 他很怕 在那張職業畫劇裡面 其他戲劇裡面會萎縮 戲劇的發展不可以一枝獨秀 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法律 有專業的業務也有業務的發展 而事實上 業務的字可以放在那邊 其實就是大小巢 一起去營造這個城市的文化 如果有了藝術發展局支持 也有了這麼多職業的藝人 在社會上 他們應該一起努力營造 加上創作空間 創作自由 這個社會更加可以各種題材 都可以盡量去展現的時候 也有優勢 或者盡量用自己的優勢 再配合或者博家的一些政策 譬如說 要發展大灣區 例如港澳大灣區 這些有些異議區 要領文化 如何可以結合 或者在題材上 可以沉合作的機會 或者如何去到內地 將來 因為現在香港的競爭 去到學性競爭的時候 因為劇團太多 香港的觀眾人太多的時候 發展得不快 但我一直覺得 當時我都在畫一條那時候 我跟周三講 這是我第一任資籍 我說我能給你陷阱我 陷阱我陷阱我陷阱 陷阱我陷阱我陷阱 給我五年 我願意幫你畫一陷阱 翻一翻 兩倍的觀眾 如果兩倍不了 我們就展一下 結果我都沒有走 或者一早就一直都不知道五年 所以發展觀眾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猜最重要是產品做得好 我猜如果是搞戲劇的話 媒體多些推介 多些幫忙做宣傳或追訪 我想都很重要 下面的時間我想大家可能有些問題 首先很感謝KB 跟我們講了一句話 因為KB開始的一句話 我想更多一次 在現在這個行業 當然之前有其他朋友 但現在依然是繼續 全身全力去做 可能KB也都懷夸了政府的年代 和現在的公司發言 也都是很少我們可以在香港學習的成績 所以是很多KB跟我們講很多的問題 和分享 我想事不宜遲 大家有甚麼問題的話 可以立即提出來 可以問一下 哪一位想有問題 提出來的 我想問一下行政人員的培訓方面 還是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好 謝謝 行政培訓方面 其實政府在這個 具體來說 是有做這件事的 因為看到市場越來越大 尤其是新狗出現 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在大學上面 很多藝術行政 或者文化管理的課程 和國安大學都有提高了 這個就是一個 可能未就業 或者在就業的想轉行 想認識更多的朋友去讀 國安大學已經有了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政府的資源投放 香港政府有一個叫做香港文化事務處 香港文化事務處 香港文化事務處也有一個叫做 叫做 例述人才匯分計劃的 它就會做一些藝園 大的藝園也好 中藝園也好 小藝園也好 它都會給你錢 請一些人 他進來一年或者兩年 在一起工作 他還給你錢請人 另一方面你不是要教他做事 他跟著你的團 他就跟製作也好 跟什麼也好 或者Marketing也好 他就有責任 培訓一個新人 兩年而已 他就要換另一個藝園 再給他錢 第二個 香港有一個藝術發展局 如果有些資金 給資助下面的藝園 那些藝園可以請人 或者找藝園可以去演戲 幫他們 變成一個兩年的訓練 基本上大致上有這些同情 謝謝你的問題 有其他的問題嗎? 請問 是 是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可不可以問 但我想問一下 你們會怎樣 把資金 譬如 很多團員 可能花很多錢 在市場 但有些演員會比較便宜 所以你們會怎樣 你的產品會多些錢 有時候演員會多些錢 還是市場 我想這個 永遠都是 擺在藝圖那裏 製作方面是用錢最多的 你剛才問我 市場要擺放多少錢 或者是對的 其實很難說的 不過比較差 如果是販賣的 就擺放30% 整個製作經費 30%做市場 但在這些 我們這些不非謀利的團體 以華傑為例 我們擺放70% 所以很少 所以 所以你說 應該要做些 沒有人知道的 做些事情 就因為我們不能 在華傑那裏 太多錢 所以盡量有些 可能是free 一些free的service 或者跟他們有很多關係 或者跟他們有很多關係 或者是怎樣 我看到你們會做很多 紙的 紙媒 會發出一些news data 其實那些是很豐快的 resources 是的 印刷的宣傳品 似乎 你不做 好像人們做 避跌廣告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有些sidetrack 那些track side的廣告 但人們做自己也不做 好像人們做我做 其實有些人經過escalator 看到你的廣告 但你不經常出現 人們都忘記了你 有些這樣的感覺 你去找Flyer 去到他那裡 去看一看 或者去到那個文化演藝中心 人家都要放一些書 放一些籤子 好像很浪費我 我也是 所以其實 用手機 摸到上面的宣傳 可能會異質疑很多 包括艾菲的投票 應該 統一 OK 這位先生 多謝你 陳先生 我時都看你的戲 多謝 我有個感覺 你們的團 是才用世大 無論在演員 宣傳 製作方面 都才用世大 會不會因為你們 才用世大 令到一些小劇團 一些二字劇團 生存的空間 越來越小 因為好像以香港中學團為例 以前香港有很多業餘的中學團 即是 學生在一起 拉爾湖 可以組織在一起 做個小學團 但自從有了中學團之後 這些差不多死光了 你們都好像是這樣 因為你們 實力很大 剩下其他劇團 生存的空間 非常小 你覺不覺得 謝謝你 謝謝你先生 我剛才也說過最後接遇 應該是中小團 和大團 一起一起共同發展 才是健康的 包括剛才說的資源的分配 我估計 沒有說 因為大團發展 而吃光細團的機會 即是欠民爭利 那種感覺 有的 很多人都會有這種意見 或者這樣的想法 但我自己的看法 每個城市 即是一個發展的城市 已經有代表性的介紹團體 一定有的 不是甚至香港 別人所謂的 叫做National Theater 或者Orchestra 或者是舞蹈團 都有一些是代表城市 但是每個國家 有些是直接之助 有些是間接之助 有些是我編造了阿賢 跟他在原稅 但因為香港的水基 還沒有去到這裏的時候 於是他只可以用一個 直接跟政府資助的認識 去資助藝人的發展 所以我估計 即使現在 現在香港 基本上 如果你說的GDP 其實它會把1% 在藝術那裏 我們剛才曾經提及 如果政府現在反正的水浸 你可以補2%的政府的財政 即是2%的藝術發展 整個情況已經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補2% 多了1% 就多了很多資源 那些資源 我可以重新放下 資助的藝術 只要你說是否大朋友 小朋友 這個現象 似乎有 在樂隊 在樂團 可能會有這些現象 但在其他界似乎沒有 因為現在就算藝術發展 那麼為例 它將來自助藝術 長期資助藝術 一年一年三年 都有20多個 相當好 反而我覺得這些太多 反而它會互相競爭 因為它不可以重新總監 它不合拼 因為各個有自己的風格 自己出來都想做藝術總監 不斷地出現 反而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現象 為何會使到健康的發展 好過 一定有旗艦 一定有艇仔 一定有 那樣有才行 我猜是一個演藝術 應該是這樣 謝謝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時間關係 誰想提出問題 最後一位 有沒有 是 是 KB 我想問一問 你是我認識的行政人 藝術行政人員 裡面最白面玲珑的一位 在你這麼多年的生涯裡面 其實你有沒有敵人 還有怎麼可以 令到你可以在這麼多年裡面 都可以建立到這麼正面 和這麼共勇的一個形象 和一個性格 那你都說了性格就是性格 你剛才有一個問題 我在有一個訪問 我從來 我從來 我做人中指 從來無視敵人 只要你沒有敵人 就會融和 我覺得這樣 所以我從這個政府時代 就算我知道有些人 整個作法 會有的 在提前 公司發展也有的 起現象的 但我怎麼去理解它 我怎麼去消化它 或者用我的方法 我不知道我是有些方法 就算敵人也變成不是敵人 我舉了一份例 例子 Sister 你這本書 你發覺了 為什麼沒有了Joanna 那個對話的呢 Joanna是不是你的敵人 你問得多好 我鍾景輝有 楊世華有 毛景輝有 陳錦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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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敵人 陳錦璧回來 我就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裡面有說的 你就是看很有趣的 我當時就以為是有某件事 使到我 他不想接受我的訪問 就是什麼呢 當時80年代 他提過一個劇目 就叫做《臥虎狂年》 一部戲 就說當時英國的軍官 和大陸的人 大陸的幹部發生 那個戀情 使他要他做法戀員 就是這樣 當時我是工務員 我就覺得 這個不是審查 這個我覺得是食軍之路 當時我當時 當時我當時 當時我出糧給我 當時我出糧給我 這部戲似乎有些問題 於是我就問 問我的上司 我覺得有些問題 這個叫做自我自律 不要引起這些問題 我本身要約我提話 他說不如問一下演員 我們做演員調查 筆記沒有調查 如果我們上這部戲的時候 你們要不願意做 我都說 我可以不做就不做 所以有個民意基礎 我就定一點 我看法 演員都不想做這部戲 帶個政治色彩 而且踩英國人 我都說我這樣 那那個時候 我就說公監法不做 那時候我就告訴總監 我認為總監法不做 我們認為人很懂不做 後來又出了書 出了session 都收起來了 立刻變棄 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以為這件事 我曾永遠就介紹 曾永遠 他一直都和我 在美國 好像若知若皮一樣 我去美國 帶一些演員去演出 他們去傾斜之虛的時候 我在唐人街 我都請陳偉宜出 和大家見到一些演員 他都出禮 但是沒有什麼 那樣 後來我這件事 我會收回很快 所以我每次去美國 他是把力量收回 我都曾治 我紐約的時候 我都去了他修演兩次 在香港他不能回到大人街 買來收回 我都去了那裡 我講人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我每次去他 他很喜歡吃老闆 我就買一隻藍牌給他 買一隻藍牌 他喜歡一隻藍牌 那些投票所好 問一下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家之間有關係 是否因為有些 我浸經 你說他用sensor這些 都好 我說不是 到最後 他發覺另一件事 這件事 我以為不是那件事 我以為他結業那件事 所以他生氣了 我生氣了 多了十幾年 我以為最近才揭曉 這件事我又不說了 我本書也沒有說 因為我都忘記了他的事 他說我好幾年生氣 我本書也沒有提到那件事 我一直都以為 我一直都以為 他都說 你本書寫 因為我送了一本書給他 你以為我生氣你 因為這件事其實不是 是你說的事 你說的事 這件事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你記得 這麼容易不做的事 我都會忘記了 但是我沒有敵人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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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之前我們 我們請 香港藝術人政卿 鐵會的主席 和其他董事一起合結 一張 然後我們就 好不好